涉嫌在丧礼上毁损死者遗体 这名黑头发细眼睛的26岁女子 名叫西姆斯 居然趁着瞻仰死者衣容时 把预藏利刃的手伸入棺木 划破死者脸庞 处理社会案件 30年的警察也感到不可思议 西姆斯与38岁的女性死者 曾经是情敌 一度爱上同一个男人 后来男友选择西姆斯 与前女友分手 但不知什么样的瓜葛 西姆斯愚怒未消 连往生的人都要报复 事情发生当下 没有人看到西姆斯的犯行 等到他离开 家属才发现地上 留有被剪下的头发 看到死者遗容被毁 更是大吃一惊 更令人惊讶的是 西姆斯仍是在死者家中 意图破坏而遭到逮捕 警方当场搜出剪刀与刀片 在他身上还有死者头发 让西姆斯无可抵赖 立刻遭到警方起诉 记者综合报道 暗号 出色的